你干嘛呢 没手术做 你也别给桃虎做手术 啥了吧 这叫胃雕 胃雕 你让我看一眼呗 按为观止啊你这个 我说你这手得有多个 天生就是做手术的吧 你喜欢我雕好了送给你 真的 谢了啊 你这可是艺术费吧 不能白送 听说我那三聚室下来的 明天你得帮我办假 没问题 你不装修一下吗 这个地方我可是一天都不想住了 来 护车 我给注意啊 你慢点 你等一下 好 我去叫医生 好 哎呀 我不想看了 你看那么贵 拍个片子都好几版 别想那么多了 现在是看病要紧的 你看 你那腿现在都不敢走路了 没事儿 我吃两天药就好了 进 哎 甜甜 找我有什么事吗 找我有事 有病人来了 什么病人 走 这点是部队医员 听说他们这边医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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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张晓玉吗 对 片子给我 大夫 问题大吗 没事 没事 是 收到二十二公里 好 请跟我来吧 这边 甜甜 这是新来的患者吧 对 小玉 病例给我看看 好 大夫 他病得严重了 他挺好的 各项指边都挺好的 真的 不是 那我的腿怎么那么疼了 都不能走路了 你放心 有我在那儿 保证让你健健康走出医院 好好休息 谢谢大夫 您放心吧 这是我们医院特招的 刘美博士 特别厉害的 是吗 根据这个影像报告 我们可以初步诊断 这个病人得的是 成骨肉瘤 这得结枝啊 秦处主任 你主刀 那个汪医生 你做助手吧 好 你们做个手术方案出来 好的 林副主任 嗯 嗯 林副主任 这是啥时候进来的 刘主任 我同意轮转科室了 真的 但是我有个要求 我你说你说 我想先做完这类手术 这个 这只是个简单的截肢手术 这你来做 这不是大财小用了吗 主任 要不这样 我建议啊 汪医生主刀 我来当助手 给年轻人个锻炼机会 刘主任 我看了这个病人的片子 他可以不用截肢 手术家放化疗 能保住这条腿 我说那怎么能行啊 那样做 转移和复发的机会就加大了 还是节制 病造清除的彻底 像这个病人正有情况 病造小 骨质破坏轻的 国内外都有统计 放化疗加保留肢体手术 与节制术后的复发几率 没有明显差别 林副主任 为了对病人负责 我们应该采取 更加成熟稳妥的治疗方案 咱可不能拿着病人做试验啊 稳妥的办法 也都是从探索中产生的 病人需要疗效 更需要尊严 我们能做到 就应该尽可能避免 让病人残缺地活着 林副主任 这个病人是我们科室 汪医生接受的 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我们说了算 我们会对病人负责的 如果我能做得更好 让我做才是对病人的负责 汪医生你说呢 这事 我听全科领导安排吧 刘主任 我要求做完这例手术 再轮转科室 这个 我觉得 是这样 林副主任 别怪我说话不好听 轮转和手术有什么关系 你拿着这跟领导讲价去 有点强盗逻辑吧 我跟你说不清楚 你给患者截肢 你肯定没错 但患者有权利 选择更好的治疗方案 你怎么就能保证你的治疗方案是最好的呢 如果患者增加了复发和转移的机会 怎么办 秦副主任 你能不能把精力用在专业业务上 多抽点时间 干点医生该干的事 你好像没有资格来教训我吧 秦副主任 你要是真有本事 也不会带我们这来了 你 你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呢 真 我 我 你跟我进来一下 老秦啊 要不这个手术就让他做了吧 凭什么呀 你让他做了这些手术 他就去撞科去了 这一转就是半年 那咱俩不就清静了吗 可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太霸道了吧 凭什么张口就 你这个病人的手术我来做 行行行 行行 他以为他自己人是谁啊 行行行行 行行行 老秦啊 他是一个随时都要走的人 他说走就走 你跟他叫什么劲呢 咱们还得在医院干一业务嘛 对不对 你让他做完 让他赶快走吧 就让他做了吧 让他做完赶快走 好不好 好 就这样啊 你好 来 大夫 你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男朋友 能通知他家里人吗 他家里没什么人呢 你因为这个干嘛 他很严重吗 初步诊断是全骨肉瘤 老百姓的说法 叫骨癌 骨癌 那他还有救吗 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些检查 来配合他的治疗 如果还要做手术的话 这些住院费是不够的 你去交点钱吧 大夫 他会不会死啊 你是他男朋友 坚强一点 如果你这种表情的话 你女朋友会不安的 我看你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部署长 今天 秦副主任跟林副主任 吵架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骨骸患者 林副主任要主刀 琴副主任 非说林副主任抢他的患者 你别乱说啊 你干嘛去 打针 赶紧去吧 来来来 来来来 杨娜 怎么了今儿 没错呀 这都是你做的 您看 我搬来这儿 您帮我租的这个房子 连一次都没来过 所以我这次 想特别好好地感谢一下您 做了这顿饭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这房子住人满意了 特别好 以后别老说谢谢的 有什么事只管跟我说 我尝尝 煮多丝炒得不错 真的 这个嘛 稍微咸了点 好吃 这个好吃 这家里的饭就是好吃 每天应酬 在酒店吃饭 吃的没什么味道 那您多吃点 手一可以啊 还会做饭 你这手怎么了 没事 不小心滑的 切一胶 真是个孩子 看什么呀 看什么呀看 是不是觉得我吃饭 狼吞虎咽得特别快 汤冰的都这样 不是 我那儿还有汤呢 挺香的 挺香的 杨娜 我跟你嫂子在家 我们俩进去食堂了 很少自己开火做饭 够全和的了 行了 手艺 真的啊 嗯 平时啊您在外面 命虫老要喝酒 挺伤身体的 要没事喝点汤 对身体有好处 好 陈总该走了 真的该走了 沈阳 谢谢你的晚宴啊 陈总 平时要没什么事 您就常来家里喝汤吧 好 谢谢 陈总 上次路过音像店 买了一些战争题材的片子 也不知道哪个你喜欢 就都买下来了 这几张都是我喜欢的 真的 谢谢小阳 我走了啊 谢谢小阳 我走了啊 我送您吧 不用了 跟我跑 好 来 坐 mala 就别 prayer了 那你去哪儿了 你来吧 我叫她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一定会去哪儿 现在然后我们去哪儿 你走哪儿 你走啊 这两天还没有陈海峰其他的消息 有进一步的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还没有什么变化 那怎么再算有变化啊 你说说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刚才陈海峰同志到哪儿去吃的晚饭 还没有变化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他爱上你了 你这开始过上小日子了 算了 你怎么一想天开跟我没关系 我只关心我想要的东西 娜娜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要兑现 温度降了啊 谢谢你啊大夫 我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想先出院了 那可不行 你这个病得在医院好好治一下 今天中午没看见你男朋友啊 他从昨天就没来 他手机关机了 好 好了那我先走了 他再试试治疗啊 有声恩护士林 你好 下午两点还得试试次表 这个血压已经量过正常了 嗯 气床这个病啊 那就是 你还在做观众啊 他现在就起个人不太晚了 对了 那天到那个要出院了 很好 谢谢 那天到那个要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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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到 二位主任在 哎 两位主任在 我正好跟你们说个事 什么事 那个女孩啊 交了一千块钱的住院费 男朋友呢 押了一个身份证 说是回去取钱 那现在人就不见了 这个患者已经决定 交给林副主任负责了 有事你跟她说去吧 哎 必须交了助院押金 才能做手术啊 我这个手术 交给林子洋了 她是从我手里硬抢的 我是不全大局 那个 你跟林副主任先商量一下 看怎么办 回头咱们再说这个 有事儿 你先跟她说一声 行 林副主任 转你那儿的那个患者 住院费不够了 她只交了一千 那就让她男朋友不交啊 她男朋友一直关着机 我们联系不上她 那就想办法联系她家人 她父母已经去世了 老家也没什么亲属 好像没什么人能够帮她 那怎么办啊 那还得找到她男朋友啊 那你准备治疗方案吧 我们再去找找 谢谢啊 不客气 男的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啊 老刘 老刘 不是 中午饭回去吃吧 我在食堂吃 干啥呀 你们那个小林博士 最近没再整什么事儿吧 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 整啥事儿啊 你唯恐天下不乱哪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以为她自己了不起 对咱那个三等奖 她还说三道四的 我跟你说啊 哪天她要把我惹火了 我没你那么好说话 我得好好跟她 我说到说到 你这个老娘啊 你听谁说的啊你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敢掌握这个事儿 我就把你从这儿轰出去 让你永远禁不了万一磕的领地 你渴了吧你 你就是窝里坑外边怂 我跟你说吧 你就被人欺负死了 没人心疼你 活该 走 娘们这张蜜蜜 怎么在这儿甜蜜呢 都七老八十的 啥甜蜜啊 有事儿啊 这啥钥子啊 你的餐具室啊 翻新下来了 拿着 哎呀真的 这还能假 哎呀 哎呀 你看看啊 今年你是又得奖 又分着房子 双喜临门 是是是 请客 得请客 必须的 等房车好一定清之万寸 刘水您太实在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真的真的 我们家老六我就是实在 从来不忽悠啊 改面我们回去整个半扇猪 然后好好地谢谢大家 行行 你到这儿一定来啊 那我等着我肯定去 一定来啊 行 就这么说啊 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慢走啊 走慢点 好哎 快快快 干啥玩意儿 这样打倒我 打我 真疼哎 我这不是做梦啊 真正好了 咱儿子学习有地方了 不会跟老爷子老太太 再挤在一块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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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小的事儿 学是到这个时候 学要助力素质 别别别 我听着以为咱们得房子得以往行 你说我 说我低调 低调 啥时候去看房子 钥匙都在手里 那还不说去就去吧 啥时候去啊 下饭以后 真的 好好干活啊 快 进去别大喊大叫啊 搞好 不不不 是 厨房 厨房 厕所 这啥都有了 那眼睛都在哪儿 拿了配身就行了 手给客人站进来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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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来呀 哎呀 严谦的啊 严谦的啊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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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哎呀 哎呀 你说我跟着你就受苦了 你这 这下咱们好日子可到了 你看啊 我这儿 这儿 摆上花 这边水果 这儿饮料才摸上点杂物 然后我们这儿再邻居 我保证 一年 我给你挣个十万八万的 这下咱们全都翻身了 我问你 我上次让房是对的吗 还是听你的好 就是 我什么凶错 来来来来 恭喜恭喜 祝贺 祝贺啊 回大口 好 这下咱们家的苦日子该熬到头了 是啊 嫂子 你看你们家啊 又分房子是又获奖 这是双喜临门嘛 我跟你说 你们家还有一喜 我听说医疗副院长就要调走了 你们家老刘可要搞什么了 到时候我也跟着动作 别瞎说 就有的没的都说 我跟你说 你也别谦虚 我那个奖子 你也是第二合作者 对不对 就是别总想着职务啊 待遇啊 知道吗 好好工作 啥都会有 知道吗 这不是靠走后门拉关系能成的事 论医得医术 我都不会 咱姐也没用啊 咱就盼你高生 啥时候成这么谦虚的人 老秦 我这个岁数大了 将来 这个科室都是你们年轻人的 是不是 我们要把它打成全国全军一流的科室 让上级的领导都到咱们医院来看兵 好 那才行的 知道不 你看 你看 你这货了奖了找不着北了吧 来来来 不过老秦 我还是得说你这张嘴 你呀 得拔好你这张嘴呀 知道不 坏事都坏事你这张嘴上 那挺好的一匹马 就因为这张嘴总是卖个驴钱 这哪成 别理他啊 他喝多了 嫂子 刘主任说得对 你看 在咱们这个医院谁能像刘主任 又红又专 好了 嫂子 你还别说 我还就佩服他这个 行行行行 刘主任 我敬你 林副主任 天天 你知道吗 你那个三十一厅的房子 好像被院长分给刘主任了 你帮我拿着 你去哪儿啊 我那房子呢 这没眼的中心我可以等 这住处你总得给我吧 那个房子那个退休干部 正在给你疼的嘛 等收拾一下 就把钥匙交给你 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会兑现 我刚听说那房子 已经分给别人了 您答应我的事 到现在没有一件兑现的 谁说那房子给别人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跟你问问 你先回去吧 我等您打扮 喂 国际银房客 你要是发下去了 为什么不问我 难道我这个院长 就是个本事吗 没有分配房子权利吗 那政委带着表 常委会吗 一点这个工作原则程序 都没了 我还是不是院长 你们银房怎么了 怎么了 发这么大脾气啊 你先下去吧 不是 那套房子 我答应给林子洋了 给林子洋凭什么呀 她只是个单身 按规定只能住集体宿舍 她是个人才 咱们抓特招的时候 我 我答应了 你不是已经给她付出任了吗 够特的了 对了 你大爷给她三举纸房子 你跟我沟通了吗 这个事情 我就 我做不了主啊 好好好 你能做主 可是你怎么不了解了解 那房子已经参加打分排队了 就是没分 人家外衣科的刘主任 上次分房子的时候 就花言风格 让过一次了 所以我跟刘洪湛承诺 只要腾出一套房子 那就是他的 那就让林子洋住集体宿舍呗 对 找林子洋谈一谈 谁去啊 我去 你去 一谈准崩 那就让能于全去 人家上次说了 最后一次 这次人家还能去吗 不去也得去 我找他他 林副主任 今天你值班啊 你忘了 科里已经不给我拍班了 做完这里手术 我就开始轮转了 你做这个手术 有把握吗 这个手术在大医院 已经开展很长一段时间了 可是我们这个医院 不是很大 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个手术啊 我喜欢做手术 其他事我都可以忍 但是没有手术做我忍不了 而且在这个医院里 除了做手术 也没有其他事可以吸引我 其实我们大家都挺担心的 因为我们医院已经很多年 没有出医疗纠纷了 是啊 你们医院 患者少 安全第一 复杂的手术不做 可不是没有纠纷吗 这些都是医疗方面的事 我们能不能聊聊那个 房子的事 给我疼出来了 疼出来了 疼出来了 不用但是了 我知道结果了 既然医院解决不了 我就自己想办法 你说你这样都管着我 当初我们来的时候 有位房子受到我们 但是最后还是可不可以 顾大嘴 是不是小蓝 老二 这件事要让领导怪得下来 你就说是余甜甜帮你办的 说我怎么了 你本来就答应给人家 三十一厅的房子嘛 结果让给 让给谁了 让给谁了 我知道让给谁了 小蓝来得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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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主任 你 你看看你看看 这 你真是太不香话了 这个 把小蓝事当成他家的 这 老秦哪 这件事啊 我不好出面管 我得回避 那个腾脱那个房子 不是分给我了吗 不分给你是应该的呀 上次你就让了呀 愿你不是说了吗 有了房子先给你 有什么可回避的 是是 但是我一出来管这个事 他肯定得乱了 你这样 你跟护士长商量商量 不行 我往院里反应一下 你这 这想什么话 这 这 林紫阳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科里的会议室 你去看看分我那套房子怎么住啊 那是暂时的 我这也是暂时的 要不把这会议室封给我算了 我自己花钱装修打肩并 就顶一套三居室了 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你让我们再帮你想想办法行吗 想什么办法呀 我完全可以自己买一套房子 但凭什么呀 你们住的都是医院分的房子 我凭什么买房子 答应好给我的中心没建立起来 业务不让开展 这答应好好的房子也变卦了 这院里就一套三居室 如果给你了 刘主任就没有了 他已经申请好几年了 一家三代住在里面 孩子还要考大学呢 跟我有一毛钱关系 那是你们医院领导管理有问题 你能不能再等等啊 让医院里想想办法再帮你腾一套房子 再腾一套房子 谁愿意腾啊 你愿意腾啊 要把你房子腾给我算了 你这人怎么那么无赖啊 是你们先无赖的 别再跟我说什么集体决定 集体无赖就不算无赖了 房子的事谁也别做我工作 谁做我工作我就搬谁家住去 你有问题找郑委院长解决去 你不能影响可理的工作 小丸你闲事吧 帮林副准把东西搬回去 你不动是不是 你们不搬我搬啊 我来我来我来 屋上 我来我 丢东西算你的啊 你这套我见多了 学点好的不行啊 好大啊 大不大 我不看看你老子是干嘛的 脏死了你 咱家要住就得住大房子 小丸 那边有一个地下室 能摆这么大一辆坦克 那爸你会买这么大一坦克了 坦克哥家里啊 你不害怕啊 爸你不是咱有钱什么都能买吗 你给我买一个学校吧 让我当校长 把气负在这儿全开呢 行 又知情 不说 必须要跟小朋友赶好团结 谁教你的不是好 怎么办 看看楼上 看看楼上的妈 有钱就有本事了 怎么办呢 头儿 你今天晚上准备去哪儿住啊 要不然你跟我们回宿舍住得了 我瞎碰那位置真挺好的 谁愿意住你 我今天晚上我住 我今天晚上我住 远远班牧室 你开什么玩笑 你你不会认真的吧 这又没钥匙你怎么住啊 我找他要啊 不是这个时间你管他要钥匙 就是他 你要真去管他要钥匙 那他还不把你给赶出来了 我本来是开玩笑 我这回还当真 你怎么这么大个啊 王院长啊 我是林子洋 我帅了 您这点就休息了 医院都这样了 您不惭愧啊 你你比说的这什么呀这人 我想来看看您 那明天见了 明天可不行 我就现在来 你放心 我不是来给您送礼 你来干什么呀 我没地儿住啊 没地儿 集体宿舍我住不了 那两个人又咬牙又放屁子 影响我休息 那你要住哪儿啊 我看好你那办公室了 我今天那不坐 我这办公室 我这儿来拿钥匙 我今晚就住那儿了 一会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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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去啊 开玩笑呢 走吧 走 走 帮您这儿拿东西 走 拿东西 好好心啊 上眼了 走走走 怎么样 留我试敞亮吗 哇 厕所好大呀 哎呀 睡到这个大床上 和舒服啊 妈妈住这儿吧 你上学怎么办啊 让我爸开车送我不是得了 开车送你 不怕小朋友说你啊 那么招摇 哎 听儿子的 搬过来住 对啊 上班怎么办啊 再说这儿离小宇学校那么远 我给你买辆车了 抓你时间学 开车上下班呢 哎呀 没那么方便吧 爸爸 那幅画还有情绪了啦 老乡们快毕业了 爸 别呢 别呢 小宇 嗯 来 跟妈妈去看看你的房间吧 哇 要点糖果 好舒服的 行吧 别来 快点 哎哎哎 这房子倒行不行 你倒说句话呀 赶紧把油画换吧 家里还有孩子呢 小宇 快点 来 出发 我给你 院长 您就给个通会话 这中心您还见不见了 小林哪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 你这个副主任早让人给录了 这副主任我可以不要啊 那三军使我也可以不要 您知道我想要什么 小林哪 你这样做影响太坏了 院长 我理解 你大概需要点压力和借口 但是我们俩应该开诚不公 应该肝胆相肇啊 您知道我的价值 也知道医院剩的时间不多了 您就给个通会话 是现在把您办公室的钥匙给我 还是让我现在就走人 你 哪有这老子 уш 趾arbeiten 有的 舖子 оз家 挖并 有的 今天 7 八 八 三 八 五 走 小春 有电话 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 这房子你到底满意不满意 我接个电话 喂 艾院长 你说 你是怎么跟林子阳谈的呀 她现在搬到我办公室去了 你说 我怎么办公啊 我做过她思想工作了 做不通 没法做 你得做呀 你说说 现在她搬到我办公室去了 你现在期望要把她劝走 不要让房外部的工作啊 可她现在不是在轮科吗 她转科是转科 但是她还属于你们支部的人管嘛 你帮帮我好不好 把她劝走 好好好 行 那我再试试啊 咱俩都过了大半辈子 都这岁数了 该好好享受享受 我得去趟医院 有急事 八小时以外 也不让萧婷 还真拿自己当院长了 你送我一趟呗 那我打击吧 别 送送送送 你说你打打真拿拿要当个护士长就行了 还真以为自己是院长了 小语 走 送你妈上班 来了 走 送你妈妈上班 你不再玩一会儿了 走了 大叔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跟院长说什么了 把钥匙都要过来了 是啊 我们来这儿都要年了 办公室就来过一回 你一来又住上了 博士就是博士啊 博养好博士 向林博士学习 向林博士致敬 小文 去给我倒杯水去 你这脚往哪儿搁呢 是 分家点茶叶啊 没完了你妈 行 别闹了 喝喝喝 我来帮你喝 你别乱饭 没事难得的机会 你该好好盼啊 这房子还行吗 小语 是 反正我觉得挺好的 关键看你妈 你妈觉得好不好 咱都得听你妈的是不是 对啊 妈 你说说 挺好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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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医生 你这下个月的转业名单上有你 你们俩别乱翻了 这可是院长办公室 有保密文件的 挺好 谢谢 你真敢睡这儿啊 这可是院长办公室 你是不是 就是跟我们装装样子 一会儿就搬回地下室了 要不你在这儿看着我 姑娘管你 不合适 我不要你管 林子洋呢 不在 里边 林子洋 不管什么理由 你也不能住院长办公室吧 院长自己把钥匙给我的 他们都可以作证 是 是院长把钥匙给他的 是院长同意的 我知道 那你还来干什么呀 我要休息了 要不你们先送冷护长回去吧 护士长 要不然咱们吃点东西去 我请 你们仨去吃吧 我跟林子洋单独谈谈 我们先走吧 医院是分了你宿舍的 是不是 找我来的时候答应给我三局吃 你们习惯逆来的时候 我可不吃这一趟 则会解决的 可能时间上会慢一点 每个单位都有每个单位的难处 就委屈你了 入乡随俗吧 护士长 我不想跟你过不去 我也不希望因为医院的失误 造成咱俩个人之间的矛盾 我要睡觉 你回家行吗 这是院长办公室吧 不是你私人的 那你能来 我也能来 我今天晚上 也想在这儿待一待 不是 深更半夜的 不是 深更半夜的 咱俩待在一个屋里 你就不怕别人 说闲话议论你 不怕 换个别人还差不多 你什么意思啊 我 我 我就不想征服你 咱俩试试啊 我儿子晓宇今年十二岁 经常是因为有一些 不合理的要求不被满足 就跟我赌气放狠话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孩子 没有办法 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你跟你老公感情不合吧 我跟我老公感情很合 你骗谁呀 一个有家的女人 经常深更半夜耗在医院 借口工作不回家 这像是感情很好的样子吗 我今天晚上深更半夜不回家 是因为你站着院长办公室不走 你有宿舍你不去住 我觉得这就是一借口 越是像你这样的女人啊 越需要找一个 看起来冠冕弹簧的借口 其实你这会儿心里特感兴我吧 要不是因为我 我赖在院长办公室 你能有理由不在那家待着吗 我是一个协理员 我今天到这儿来 是为了完成我的政治任务 那你那天一个人 在办公室里发呆 也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 哪天 我累了 就算我发会儿呆 我累了 我在我自己的办公室 我歇会儿我不行吗 你笑什么笑 护士长 你不会撒谎 你别演示 什么叫演示啊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我我我我为什么要演示啊 我学过心理学 幸福的女人不是你这样的 是刘嫂那样的 她嘴上是骂着刘主任 可是心里美着呢 算了 我也不为难你了 我不住院长帮忙室了 你也赶快回家 我希望你跟你老公幸福 你要走快点走 别磨磨蹭蹭的 我得收拾行李啊 你快点收拾 爸你知道吗 我们科雅新来了一个杨博士 叫林子洋 他老跑 每次回来 都没有人家 都有纠茶户送 特别的帅 还有这回 院长没兑现他的承诺 没给林子洋房子 林子洋就管院长 要院长办公室的钥匙 特别帅 院长就给他了 他就住院长办公室去了 你说我们医院 谁敢这样啊 太帅啊 什么乱七八东西 吃饭 那都这样还能行啊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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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头 就是特帅 等我一会儿啊 挺沉的 慢点 再咱们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 完了林子洋 我呢就帮你搬到这儿了啊 今天晚上很感谢你 没有浪费我太多时间 晚安 不是你怎么也得给我送到地方啊 你这这翻盖的我怎么办啊 你既然能来就能走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收拾吧 好好搬吧小伙子 骗子 骗子 我都不想起来 我打个音乐 我呀 我都不想起来 去不成功啊 我来 我都不想起来 得那一跳 我还在院子里 很迷茫 也很伤感 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真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回来报效的 现实却让我很失望 只身一人来到这 本想好好干出一番事业 却总是碰壁 无法施展 想争取应该的利益 不仅无人理解 还被排斥 我很困惑 不明白自己哪错 却总是碰壁 不明白自己哪错 不明白 月亮在白莲花 林子阳 明天呢早点起开 把办公室打扫干净 不要影响院长工作 你笑什么呀 怎么了 你还是很好征服的嘛 这么简单就把你给骗了 你骗我 我突然喜欢上你这份认真的态度 一个每天执着于工作的女人 也有可爱的地方 说实话 你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有的时候太假 要不你这样 你帮我把东西搬上去 我给你煮杯咖啡 我给你好好聊聊 怎么做成功的女人 走 林子阳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我儿子 我会先揍到你哭得很有节奏 你信不信 路上注意安全啊 到家来给我发个短信 我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呀 对不起 你学署了 我来证明啊 我来讲 你们算我做了任何节奏 我把把肥调上去 你脏了不还对不起 有什么东西 谁在今天 男天 男天 一大早上在这儿干什么呢 看看 天气挺好的 院长 真让他住你办公室啊 上班去 院长 早日好 房间卫生打扫过了 花浇过水了 电脑给您安装了防火墙 设置了密码 还给您下载了 最新款的医院专业处管理系统 现在 我要替您卖命去了 现在 我要替您卖命去了 我说老王啊 你怎么就这么纵容是个意思呀 你怎么就这么纵容是个意思呀 就来 坐坐坐 早上好 首长 再给我解决三居前 我会一直在您这儿 失忆的七居 七居 什么东西 他真把他让成大车店了 你说你竟然让他住在你这儿 他今天能住在这儿 明天能住房顶上 大家会怎么想 这医院的秩序 领导的微信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了 这个后勤部那些人还打电话来说呢 说听说你们招了一个齐天大圣 正大闹天宫的 你看 他们还有意见了 房子 设备 医疗款 当初谈的是他好好的吧 到现在不落实 林子阳不服气 我都不服气 整天就纠缠着这些事情 谁还能有心工作呀 抱怨也没用 看来他们是指望不善了 还得咱们自己想办法 就一套三居室 已经给了刘主任了 能有什么办法 是啊 今天一大早啊 我到银房科 折腾了一溜够 你说我去哪里 我现在真是后悔啊 当初咱们让他直接搬进去住 不就完了吗 你看现在闹得 我知道你也是好心 我跟老刘倒是老关系了 引进林子阳 无非是想办个中心 把咱们医院留下来 这个事 要是跟老刘谈一谈 让他再让一回 你 我可开不了这个口 咱也不是不知道 老刘家的实际情况 那可怎么办呢 现在到这份上了 老刘是老同志了 思想觉悟我觉得还是有的 如果要是跟他谈的话 他 他不会不同意吧 你说这叫什么事 你去说吧 算你同意了啊 颜天 早上好啊 早啊 昨天跟冷护士长谈得怎么样 没事吧 我看一个大龄已婚女人 能有什么事啊 有事也得咱俩呀 你说的 你还真当真了 你不准 那个二十二床女病人小玉偷跑了 跑了 而且没交住院费就跑了 你俩什么事成真的了 没事 你们是不是又逼着那小玉交住院费了 没有啊 怎么了 他跑了 跑了 他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现在这种情绪特别容易出这儿 出这儿就得你们负责 别愣着找去 他说请两天假回老家 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手机也打不通 你看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有急事找他 你有他老家的地址吗 那他的生存证押在我们这儿了 您等一下我给你取拿 谢谢你啊 我没做错啊 我们是按照规定办事 什么规定不规定的 你们要不催着他交住院压级 他能偷着跑出院 我们愿意他偷着跑出院啊 他偷着跑出院我们负责任吗 你看看看 上来就是先想着担不担责任你 因为就你一个人着急啊林子阳 我着急是因为我要着急给他做手术 不像你们 是怕他出事你们担责任 你停车 我不想坐你车了 这么大人呢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赶紧给我停车 你别后悔啊 停吧你 你有意思没意思啊 我们还有正事那块上车 你上不上 你 Schr� 是我 停一下 停一下 妈 1 妈 1 睡 你走累了吧 到哪儿去呀 大爷 我问一下那个叫 狼儿御是在前头吧 不远 一拐窝去 我 我把你带上吧 我 我 我上我的车 不合适吧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上车吧 那行 谢谢你啊 大爷 上车吧 这客户去 坐这边 行 那会儿我站 好 谢谢你啊 大爷 站起来 五 站 好 站 站 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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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正事啊 有没有正事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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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大爷 这儿姚远家吧 是啊 他在家吗 他不在家 出去打工了 好久都没回来了 我们是蓝天医院的 我姓林 麻烦他如果回来 或者跟您联系的话 让他尽快给我打电话 我找他有急事 他不会回来的啊 过来给我们打电话啊 大姐 我想问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小玉的是吧 他家在哪儿啊 就在这下边呢 就在这下边是吧 对啊 谢谢 他父母啊 都走了好几年了 这小玉出去打工呢 一直没回来 这房子也就一直空着呢 这不昨天吗 他就突然回来了 行 那谢谢你啊 那你先去那儿 我去方便一下 我去方便一下 大爷 你怎么又来了 跟你说啊 不在不在不在 走走走走 杨远 他不在他不在 杨远 大爷 他在家呢 您让我进去 不行不行 大爷 您把门打开 您把门打开 好 我把他犯了 让他拿家里钱 给别人打开啊 您别着急 别着急 钱的事我们来想办法 不用您 不用您操心 我现在是带他去借小玉 是要救人命的事 他要跟你走来 要命的是我的事 贵枪 你把门打开 不打开 你别打 别打 别打了 小玉 小玉 你不能跟我们招呼 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 我没牵着病 再说我得的是骨骼 根本就治不好 林主任不是说了吗 做完手术 就能保住腿了 然后再做放疗 这样的话 就希望治好 你别再劝我了 我真的哪儿也不想去了 我也不想连累我男朋友 就让我一个人 在这个老房子里面等死吧 小玉 你必须得跟我回去 你是我们的病人 我们得对你负责任 我 我不去 我之前欠你们医院的钱 就当我死了以后 拿着一个老房子电话 可能也吃不了三斤 小玉 我们不是为了你要钱的 我们不用再劝货了 我真的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这儿守着我弟娘 小玉 小玉 你怎么办 我一直在冲钱 走吧 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小玉 你听我说 我一直在冲钱 你知道吗 我回家之后 都被荣包锁起来 都不让我冲过来 林主 对不起 小玉 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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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怎么想到了呀 我觉得她爸说话怪怪的 而且除了她 也没谁能把小玉劝回去 没想到 没想到林主任的心还挺细的 我的手更细腻 我求求你们 别再让她荒废下去了 啊 还有心情在这儿坐着 也够悠闲的 我这不是下班时间吗 你得赶紧办正事啊 王总 公司的事情啊 急是急不来的 不是 那谈成什么样了 咱 咱能不能从这项目里边 分出一块来 我得想想办法吧 你是不是女人哪 你说你长这么漂亮 这个资源你得用 你知道吗 我用啊 我怎么没用啊 这关键她对我也不感兴趣 那你说我怎么办 这个冷玉萱我了解 她非常能干 海峰找了这么能干的老婆 她肯定会非常累 她肯定无形当中 会有一种压抑感 这个男人都有保护欲 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女人 和一个楚楚可怜的 小鸟依人的女孩 你想保护哪个 你喜欢和哪个在一起 你说的有道理啊 再说他们是中年夫妻 早就没有感情了 那维系在一起的就是孩子责任 这海峰现在春风得意 她需要别人崇拜她 这正是你的机会 你知道吗 如果这件事情做成 我再给你加百分之五 我就说我不治了 你非把我接回来 现在没钱怎么办啊 没钱也得治病 治病我弱了 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哎呀我死不了 你知道多少钱吗 行了你 钱的问题你别考虑了 我跟爸说好 想把家的那头牛卖 要不然 再把房子卖 不行啊 把房子卖了你住哪啊 总部长 刘主任叫你 好 该吃药了啊 先生 来吃药吧 老婆你可真是的 你怎么又和林子阳 把那个果眼女孩给接回来了呢 她不是付不起那个住院押金吗 我不是为了我们科好吗 再说她是我们科的病人 我们也不能不管了 现在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你赶快让那女孩出院 她可以到庄科医院去治疗的吗 可是林子阳非要给她做手术 还说要帮她掏住院费呢 这 这个林子阳 这种精神是可加的 但是不提倡 要这样的话 那以后没钱的患者 都跑到咱们科来了 那咱们科那经费 它是为军备 你别着急行不行 要不这样吧 我来想办法 能不急吗 我给我同学打几个电话吧 这个事 我将有办法去 哎呀拜托拜托啊 你别急啊 拜托了啊 来来来来 先放下手头的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医院 新来的外科专家 按咱们医院的规定呢 融合到我们内部的实习一个月 也谈不上实习 是来指导工作的 大家欢迎啊 王大夫 就要林副主任跟着你指导工作了 我 要好好多多地和林副主任学习啊 林副主任 那是您的办公室 我还有点事 大家先忙着 先忙着 这个林子阳也太想出风头了 那个小玉的治疗费用不是个小数目 他林子阳能全负担吗 再说了 院里能让他全负担吗 到了到了 医院里还不得减免吗 这算什么呀 这不是牺牲大家的奖金 做他的公益吗 让他做好人 你就是毁到这张嘴上了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吗 林子阳要求做手术这是好事 但是 是吧 就根据咱们科 现在这个经济状况 不允许 对不对 而且那个病人他跑过一次了 这是没出事 那要是出了事 你说说 谁负责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让他转院 那是为医院复死啊 要是林子阳不同意呢 我们跟小冷商量一下 集体做个决定 对吧 再跟政委报一下 这不就完了吗 那院长呢 他忙着跑钱哪 他不是要给林子阳办那个中心吗 他现在也是一脑门的官司 有苦说不出来 没办法没办法 主任 嗯 老老 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 我有个同学在肿瘤医院 他那边有一个专项的癌症基金 小玉的那个病例啊 正好是他们研究的课题 所以他们二话没说 免费接收了 哎呀 你别哎呀 但是 别但是啊 护士长太好了 但是 啥呀 林子阳能同意吗 他不是要接收这个病人吗 不不不 林子阳 现在已经转到内科去了 我们外医科的事 跟他没关系了 跟他没关系了 跟他没关系 这合适吗 那没办法 咱们医院里有规定 新来的医生三个月内 不能主导做手术 可是他不是新来的大学生 不不不不不 不提他了 这个事情都过去了过去了 我现在决定 你啊 就抓紧时间 赶快让这个病人转业 这太好了 你定了啊 我定了 我定了 行 快点快点 抓紧时间办啊 你看看你看看 这不就解决了吗 该装修了 这是大事 这可是大事 是是 院长 你回来了 好好 我马上走 好好好 院长找我有事 我先过去一趟啊 老刘啊 分给你那个三菊拿到钥匙了吗 拿走了 拿走了 好 谢谢院长 谢谢首长 谢谢首长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收拾了 过两天就能搬新菊了 本来按照咱们医院以前的规定 你当然是要分那个三菊的嘛 可是 咱们医院的这个状况 我跟郑伟非常非常的为难 是是是 本来以为咱们医院可以 可以建成总院的 是吧 嗯嗯 所以呢 特招的时候 就答应小林给她一个三菊 可是她现在跟我要房子 我我你说 我 我真是 真不好意思开口 我想我想我想让你回去跟弟妹商量商量啊 是不是看先先把这三菊让一让 这 是 院长 你 你看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才住上个三菊 你 我上次都让一次了 这次还让我让啊 你现在不是还有房子住啊 当然了 但是小一点啊 是不是啊 小一点 不过 不过我保证 以后吧 哪还有以后啊 以后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你给我伤点腰疯啊 你看啊 我现在正在跑这个创伤外科中心 只要外科中心跑下来 咱们院子那 你跑下来那个外科中心跟我没关系啊 主任是人家 老刘啊 只要是这个外科创伤中心跑下来的话 咱们家 医院是很有希望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够 你 你 你看 医院 院长 你是我的老领导 只要你觉得合适 你想咋办就咋办 润流 我以 来 忙着呢 我 我跟你说点事 怎么了 那个 钥匙 啥钥匙 新房的钥匙 那 裤兜里 好了 没事 干啥 先先还人家 不是还谁啊 还银方科 不是 银方科不是说这房子分给咱了吗 是是 还有个手续的问题嘛 不是 还没正式交呢 不是 手续 手续和钥匙有啥关系啊 这个 你不懂 你不懂 对 刘洪湛 你不会像上次似的 从我这儿把钥匙给骗走 然后把房子给让了 这啥 说啥呢 咋会呢 我跟你说啊 你是知道这房子对咱家有多重要 儿子要上大学 老爹老妈的身体 都靠着这门闷房了 你这是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 我跟你说啊 你要不跟我说清楚 这钥匙 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 你 你 来 咋回事啊 说啊 那 那 院长跟郑瑞找我谈了 然后把他 先把他让了 哎呀 这这 这还真让我给说准了是吧 你又想账房子了是吧 不是我想着 我跟你说啊 没这么欺负人的 他们这是欺负老实人 不行 我找他们去 你现在去干什么 他们是刚找我谈话 你 你一去 人家还以为是我的意思呢 不是 你的意思咋了 不是 就是你的意思 怎么了 这房子本来就是分给你的 是他们说话不算数 一再地出尔反尔 那怎么了这是 我找他们去 我告诉你啊 你注意点数据 你是个君嫂 你是个永续的住手 你知道吗 不是 我再说回来的话说回来 我的一切不都部队给的吗 现在医院有点困难 再体谅一下又咋了 没部队能有我今天吗 不 我 我这优秀君嫂 我也得住房子吧 对吧 现在不是有的住吗 什么有的住啊 我没你这么好说话 我找他们 不 不 不 你就别跟着唱歌了 你 我 我都废你 林博士 您要是不愿意来 可以不来 忙着自己的事去 不是主任让您带我吗 什么叫可以不来啊 我呀才毕业两年 哪敢带你呀 我们主任说了就走个形式 你呀在这儿晃一个月就得了 那我真忙我自己的事去了 我还有手术要准备呢 可以走吧 那我走了啊 去吧 你等会儿啊 哎 好 嫂子 咋了 胡招 我找院长和证委去 我们家陈六 是一个人吗 打断了胳膊穿袖子里的人 对吧 你说 从卫生员干到现在 每一步 都是他流血流汗拼出来的 就说让房子这个事吧 上一次 我们让过一回了吧 我们家情况你知道 儿子 妈说话就要考大学了 现在 他连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 你说 他要是考不上大学 这一辈子他该怎么办 嫂子 这房子要让给谁啊 这全院上下 只有你们家才有资格住这三十一厅的 说是 新来的博士 我知道 这林博士 是医院引进的人才 我们老刘 他对医院做了这么多贡献 他也不差呀 哪点比不上 对不对 不行 我找院长和郑伟去 嫂子 你别着急慢慢谈啊 三号床二百五十号升盐水里边 再加三颗投荷取从那里 田田 小王 桃儿 挺清闲啊 回来了 那颗带怎么样 是呀 你别心理不平衡 我们来的时候都被轮转过 但是那客户都挺漂亮的 你没五四一个 你怎么这么庸俗啊 人家哪像你那样啊 没事回咱们课玩 好啊 哎 院长办公室住得怎么样 你给铺的床能不舒服吗 刘洋博士就比过那颜柱 生脸皮厚啊 吃什么醋啊 哎 行行了不开玩笑 我来是找你说点正事 那个女孩的手术 我想请你给我当助手 真的啊 手术若新啊 哪个女孩 二十二床的小月 二十二床 二十二床 你不愿意啊 我特别愿意 但是 他 我先处置一下十二号床伤口 你们先聊着吧 这什么毛病啊 你不知道啊 小玉转院了 转院了 什么时候的事 转哪个医院了 转到省肿瘤医院了 刘主任 秦主任同意的 护士长给联系的 已经跟着 那他们经我同意了吗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啊 你整我喊什么呀 出去喊不行啊 你喊 你接着喊 我们出地方 我们有人才 你们出资金 咱们共同把这个创商中心 搬起来 对对对对 利益分享 利益分享 至于利益怎么分享 咱们都可以商量 我 你们看 你明月到底还劝不劝我 对 喂喂 稍等我给你打过枪 你有发什么想巧风啊 不需要你 我把你引进来干什么呢 刘主任已经答应 把房子让给你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房子本来应该给我 又谁让啊 房子待遇放一边先不说 我现在连做手术都 忌讳都没有了 轮转科室 没人敢要我 勉强要了 什么都不让我干 我真没看不上你们医院需要我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我好容易争取利手术 你们居然被罗把患者给转走了 这个事我不知道啊 我一直都是跑这个中心的事情嘛 等中心筹建起来 我跟你说 都听你的 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说你们也不用我 为什么不放我走呢 你别着急嘛 你再等一等嘛 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说我让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到时候中心没开始筹备 你帮我办转业手续对不对 我帮你办转业手续 你说我呢 我是这么说吗 你这么大岁数 你怎么又来这套啊你 对对 我是说我 我告诉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你以为 你以为我对这个筹备中心 我不着急嘛 我没看看你着急 你 我告诉你 再说了退伍手续 不是我办 那是政工部门办的事情 好 我去找政工部门 你 你回来 宾博士 下次要喊报告 有事吗 政委 我的退伍报告 什么时候能交上去闪批啊 这事儿找正的数据办 具体的事情他们具体处理 他们说做不了主 他们都是你的下属都听你的 我说的对 他们当然听我的了 坐吧 有什么意见慢慢说 那房子都让给你了 你还闹什么呀 房子我可以不要 现在是不让我开展工作 我现在是谁都不要的火腿 咸肉一块 我要求退伍 你退伍的问题 常委会集体讨论过 你不符合退伍的条件 没有通过 集体讨论 那谁对我负责啊 你是部队引进的人才 当然部队对你负责人了 部队是谁啊 总得有个人代表部队跟我谈吧 你的情况你们柯领导 已经跟我们谈过了 是不是冷一圈到你这打小报告了 不许你胡说 校长不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 是群众的反应 群众是谁啊 刘主任 秦副主任 冷一圈 是不是还得有人民的反应啊 林博士 不就是为了一个患者转院的事吗 这事我可以负责 是我同意转院的 您现在还管医疗的事了 我不管医疗 但是我管医疗的差错事故 我分工协助院长抓医疗安全 他抓安全把患者都转走多好 那多安全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分管的患者 没经我允许给转走了 我要全把他转回来 我提醒你啊 不就是为了一个转院的事吗 你就这么闹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剥夺一个外科医生 做手术的权利 你们是不是更过分啊 你怎么就这么较真了 已经转出去了怎么办 谁转出去谁负责任 个人决定个人负责任 基地决定了 基地把他给我转回来 林博士 输读多了应该更聪明 要学会与人相处 要学会审时度势 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 我是从战士一步步走上来的 没那么高学历 可是我 可是您现在还当着领导 管着我这样一个高学历的 对吧 您手里握有左右 别人命运的权利 所以您得好好想想 您的一个决定 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也可以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走 你 你给我回来 你有什么呀 政委 政委 走走走 正好 正好咱们上院长那儿去 来来来来 院长 好 我把政委拉来了 对对不起对不起 一美 你别着急 有什么话 麻烦说 你坐坐坐坐坐 正好今天 两位领导都在 我想问问你们 我和我们家老刘 到底是对不起你们 还是对不起医院 没对不起医院 这 这太欺负人了吧 明明知道 我们一家五口 挤在那个一间半的房子里边 这么多年了 为了不让你们为难 我们老刘 让过一次房子了吧 不 你说 你说说看 还让我们怎么着啊 这我 我们也没让你们再让房子 只是说暂时过渡一下 对 过渡一下 不是 那 那凭什么总是我们 向别人那儿过渡啊 不是 他这 反正 我们这么些年 我们问心无愧了 我今天跟领导表个态吧 让我们怎么做奉献都行 让我们再让房子 门都没有 弟妹 我跟你见了 我摆下的娘们 快快快 干什么 咋不撒到这儿来了 丢不丢人 谁说领导让我让房子了 快 你还要说吗 我看得见我长眼 你长鸡眼 长眼 这什么 我这什么 我跟领导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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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 你说清楚 说啥你说清楚 你哥来劲是不是 来劲是不是 好 就冲你这个样 今天我也给领导表个态 这房子是领导分给我的 我做主 我还就让了 你让了是吗 对 让了 咋了吧 好 就冲着他 他让了 咋的 我在领导面前我也表个态 你啥态 离婚